2030年客運公車將全面的電動化了 而台北市首條快充電動公車也正式上路囉 其中新型的充電樁非常的厲害 能省下一半的時間 也就是只要半個小時 就能讓電力充到100% 提高公車車輛的利用率 設備也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公車通體粉紅 還印象是幾隻可愛兔兔 不要看這台公車外表這麼萌 其實非常高科技 不只配有車道偏離 碰撞預警等智慧化裝置 這還是一台MIT電動快充巴士 公車結束它的載客任務之後 會回到全台第一座的電動公車快充站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 可以看到有一座座的黑色充電樁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比起傳統的充電方式 可以省下一半的時間 由於雙北公車排班密集 改用快充能在司機休息 換班短短時間內 電池就能充滿提升車輛利用率 因為快充充電樁功率達180k瓦 30分鐘時間就能讓電動巴士充保電 比起傳統方式功率約在120k瓦 得花一個鐘頭時間縮短很多 駕駛上車的時候 它隨時都是保電狀態 所以它不會有里程憂慮 那我們又避免集中充電帶來的不方便跟危險 也避免干擾鄰近用電戶的不方便 目前國內充電樁市場主要有三大供應商 大廠台達電最早投入充電樁產業 款式最齊全 從家用AC交流慢充 戶外公共充電樁都有佈局 企業型綠能 客戶包辦國內汽機車大廠 全台市占超過六成 尤其電動機車充電樁市占率更是第一名 至於飛鴻 則有亞洲最大功率360k瓦充電樁 外銷全球三十國 尤其客運公車將在2030年全面電動化 根據交通部估計在政策推動期間 可帶動國內產值1700億元效益 也讓各家廠商百花齊放 搶食商機 東森台新聞 陳怡軒林浩宇 新北報董